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立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今天我们看《猎王记》上第三章 这张的背景和重心 是有关于所罗门他登基之后 面对着整个国家 这么多的人怎样去治理呢 他在神面前祈求智慧 不是为自己求仇求父 所以神不单止给他智慧 更加是让他有那一个能力藏负 面对的就是那一个智慧 立即要去判断一个 分辨谁是真母亲的案件 让我们继续看资仙 让我们一起低头鼎鼎 亲爱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体会到神理所给的智慧 能够面对着很多人觉得困难 和棘手的事情 愿意我们与所罗门一样 所求的是神理国道的事 而不是单自己个人的事 我们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名字 阿们 《猎王记相》 第三章 所罗门的祈祷 所罗门与埃及皇法佬结亲 取了法佬的女儿 接他进入大卫城 直等到建完了自己的功 和耶和华的殿 以及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当那些日子 百姓仍在休坛献制 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命建殿 所罗门爱耶和华 进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 指示 还在休坛献制肖向 所罗门王到基骗 在那里献制 因为基骗有极大的休坛 所罗门在那坛上 献了一千制生为凡制 在基骗 耶和华夜间在梦中 向所罗门显然 上帝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所罗门说 你曾向你仆人 我父亲大卫大师池外 因为他用忠信 公义 正直的心 行在你面前 你又为他传留大慈爱 似他一个儿子 坐在他的皇位上 正如今天一样 现在 耶和华我的上帝 你使仆人接触我父亲大卫作王 但我是幼小的孩子 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仆人住在你简选的百姓中 这百姓之多 多得不可点 不可算 所以求你赐博人 善于了解的心 可以判断你的百姓 辨别是非 不然 谁能判断 这么多的百姓呢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 就蒙主喜悦 上帝对他说 你既然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仇 求父 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 只求能明辨 可以听众 汗啊 我会照你的话去做 汗啊 我会赐你智慧和明辨的心 在你以前 没有像你的 在你以后 也没有兴起像你的 你没有求的 我也赐给你 就是付足 尊荣 使你在世一切的日子 列王中 没有一个能给你的 你若遵行我的道 紧守我的律例 戒命 正如你父亲大位所行的 我必使你长寿 在我面前 一个妇人说 我主啊 我和这妇人同住一屋 她在屋子里的时候 我生了一个孩子 我生了以后第三天 这妇人也生了 我们是一起的 屋子里 除了我们二人之外 再没有别人在屋子里 夜间 这妇人的儿子死了 因为她压在她的儿子身上 她半夜起来 趁你侍女睡着的时候 从我旁边 把我儿子抱走 放在她怀里 又把她死的儿子 放在我怀里 清早 我起来 要给我的儿子吃奶 看了 她死了 早晨 我仔细擦看她 看了 她不是我所生的儿子 另一个妇人说 不 我的儿子是活的 你的儿子是死的 但这一个说 不 你的儿子是死的 我的儿子是活的 她们就在王面前争吵 王说 这妇人说 这是我的儿子 她是活的 你的儿子是死的 那妇人说 不 你的儿子是死的 我的儿子是活的 王就说 吸我拿刀来 人就把刀拿到王面前来 王说 把活孩子劈成两半 一半吸这妇人 一半吸那妇人 活孩子的母亲 为自己的儿子 心急如焚 对王说 求我主把活孩子 吸那妇人吧 万不可杀死她 那妇人说 这孩子也不归我 也不归你 你们就丢了吧 王回应说 把活孩子 吸这妇人 万不可杀死她 因为这妇人是她的母亲 全以色列听见王这样判断 就都敬为王 因为他们看见他心中 有上帝的智慧 能够断岸 在整定经文的重点 其中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所罗门他领受了王这个职份 他并不是向弟兄 心高气我 指高气弱 他反而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去祈求治国的智慧 他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神单只是给他治国的智慧 神更加是赐给他富足和尊重 整个的经文 表达着所罗门他这份谦卑的情怀 在神的面前被神的欣赏 在众人的面前被众人的越南 第二个重点我们可以看到 在所罗门他领受了治国的智慧 他就要面对一个难题 两个的妈妈 他们分别有两个的儿子 一个被扎死了 其后被偷龙转奉的一个活生生的小孩 大家都争拗的那个活生生的小孩 就是自己的儿子 于是整件的事就带到来所罗门的面前 所罗门如何去判断呢 就是他下令将这个仍然存活的小孩 用把刀砍开两半 然后分给那两个妈妈 作为亲生小孩的妈妈 他心有不忍 自然间就是将那个小孩让给对方 所罗门就从其中可以看到 这个的妈妈就是亲生小孩的妈妈 所以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自觉的智慧在经文里面表达出来 从这段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 我们实践的方向 所罗门他是很谦卑地来到去领受这个王的角色 他向神提到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幼童 他不知道如何来到去生活和治理 所以他求智慧 作为一个领袖 是需要常常有一种在神面前的谦卑 和是不配的感觉在 虽然间在带领的过程 我们仍然是需要去表达出那一种的能力 但是面对神的时候 我们更加体会到 认识到自己的缺陷 自己的能力 甚至乎自己的软弱 就在这些缺陷 在这些软弱里面 我们更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去呼求神 以致我们因为神的缘故 这些软弱 这些缺陷 才能够是被神去捕捉到那一个的流动 所以我们作为侍奉拜领的人 我们不能够自高自败 我们常常在神在人的面前要学习欠卑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实践的方向 就是当所罗门他领受这个角色 他向神呼求恩赐智慧 那个考验就来了 他要面对一件很棘手的案件 有时我们侍奉都是这样的 你不侍奉犹智慧 当你是接受这个侍奉的挑战 和角色的时候 难处就在那一道很容易出现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就这样 怀着一火的热成来到去侍奉 一个勇志当头来到去侍奉 在这个场景底下 我们就很容易因为面对的困难 我们就打退堂鼓 退缩下来 所以侍奉不是只是凭着一个勇志 又或者是一个冲动这样去 我们需要能够是稳步的 靠着主去坚忍面对着困难 在困难的同时 我们又更加需要去呼求神 从神那里得力 面对 继续向前走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所罗门说 你曾向你仆人我父亲大位大师慈爱 因为他用忠信、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 《列王记上》三章六节上 继续isé盾 《列王记》 《列王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